记者李雅文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金,18日,天上午前网诞水区清水市场拜票,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有一座抛出的好错编系列政策提出质疑,指为什么过去八年不做,更对侯谈政策时脱口的年轻妹妹长得很不安全等词汇,只涉及性别不尊重,完全不能接受这种观念。 媒体提问苏贞昌对于竞争对手昨提出好错编系列政策的看法,其中包括打造社区共产体系,开发社区共产APP,打造社区托幼互助平台等。 苏贞昌今天回应,候选人提出政策让选民比较是双方都期待的,候选人在讲政策时也让选民了解其观念是否有跟上时代, 例如,候选人昨天提到长得比较善良是合共诚,这种观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,目前看到候选人很多政策也是空寒的口水,过去八年朱立伦公托政策是跳票,结果候选人就说他要加倍,一个副手跟住朱立伦八年,做不出来跳票,选举就说要加倍。 苏贞昌认为,这个叫做口号,口水,市民不该让他继续开空投支票。 侯友宜昨天下午发表好错编系列政策,其中一项为打造社区共产体系,开发社区共产APP,鼓励用交朋友方式做共产互助平台。 侯友宜当时对会场主持人年轻女性说,年轻妹妹,你长得不太安全,你会想做这件事情吗? 只使用社区共产APP,让我们这年纪的人也能交到幼齿的好朋友。 哦